這件是黃風靈長排扣羊 我覺得它蠻友善的央視V10 可能你還是要看你的小可愛到哪裡 因為它跟上一件幽靈的長羊一樣 稍微低一點點 如果你真的比較擔心 我是覺得可以在這裡再縫一個小暗口 就是小暗口勾起來的話 你如果低的話比較不會被看到 如果你真的很感情 因為它小偶然是偏低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它的側邊 就是它雖然一樣是有錯縫線 但是它不會立體的太誇張 所以怕小通秀的人 我們就在這裡也算修飾 雖然不會像通秀一樣 這麼修飾街坊這一塊 因為我的肩寬比較寬 我肩寬是40 所以它的肩線大概在我剛好40這個位置 但是是順下來的 所以我覺得肩寬沒有超過我太多的人 應該不會比肩寬更多了吧 肩寬不會比我寬更多 對阿 這樣算是寬肩軟 所以我覺得這樣算還蠻順的 4040 至少還是順的 就是如果你上次有買 你還記得小蘇菊嗎 黑色它的版型 它的版型就是比這件 那件是更寬更直通 這件是比較搖身的 所以如果你上次那件 你覺得版型還喜歡 可是太寬了 不喜歡這麼寬的話 這件我覺得就可以考 對 身內就是沒有這個 沒有口袋 對 然後它的扣子是整台到膝蓋上 大概膝蓋上圓的位置 它走動的時候會有一點微肉小腿肌 沒錯 你剛剛介紹到嗎 你剛剛介紹到嗎 你剛剛介紹到的 feeling 比較低 然後就是如果需要的話 可以封給小安孔 我等它會擔心的話 反正我是熱愛穿ROTOP 就小蘋果的 因為你穿這件洋裝 大概就是為了舒適度吧 對 所以你應該不會想要穿太累的內衣 但是蘋果型 你要擠然後還要挺 我覺得很累阿 對阿 它就是走平口的小可愛 我覺得是OK的 然後它的袖子也很友善 就是比較長 而且就是還有空間 對 但是它還是OK的 小蘋果的身體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我覺得是可憐 尖寬不會有比我更寬的了 我就差桌子這樣 哈哈 我現在現在是幾公斤 我現在55 55 你胖了 55 差不多54 55公斤左右 我來差一下 本來是26-27公斤左右 好像沒有26.5公斤 有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槍也在槍我 因為我剛剛有量我的 好像26.5公斤 腰應該是沒什麼片 但是可能就看 是胖在屁股這樣 因為我剛剛有量我的26公斤 然後槍下我再槍你 等一下如果有小空檔 幫大家量一下 然後同位帶是37公斤 側面的臀型也算不算 因為這件的腰身 再稍微比上一件 之前的小蘋果更明顯 對 它這邊的縫線有明顯 大家應該這樣看的時候 而且它比小出去再稍微高一些 對 因為小出去整體版型 再稍微慵懶 對它就在更休閒 然後這塊可以 我覺得它是有一點點 如果想要參加一些聚會是還OK的 我覺得這件洋裝是搭小白鞋 對就是會比較輕鬆 然後像張震鑲跟涼鞋 就會變得更美的聲音 風格有點不太 然後也是雷鷹材質 然後是沒有內裡的 但是可以直接單轉 對 風獻會吃事嗎 風獻不會 好,公主說不會 唉呀,不能這樣子 我超喜歡妳 就是幫我們測試一下 如果妳被刺貓 我當等一下說 拜託妳趕緊不要不要 洋裝看起來很涼快 對,它跟那次小蘇菊滿像的 都是比較休閒兩塊的 這件比小出去再稍微正式一點 小出去的確是比較休閒一點 這件再稍微正式,我覺得跟你搭配的選擇會比較差 你換成平底拖鞋,再搭草帽的話 又是小女型可以穿的 微休閒 我是微休閒 大概就是這樣子囉 硬要同框 適合孕婦穿嗎?剛剛那一件嗎? 羊裝我覺得肚子不能太大 剛剛再出來一下好了 沒有內裡 沒有內裡的話我覺得 六七個月可以 如果你肚子很尖的話會大到省 其實不建議到太大 因為如果這裡太大,你後面這裡就會很明顯 皮膚就會變明顯,所以還是微微的 我覺得大概是中期 中期可以 我覺得如果是第一胎可能六七個月可以 但是第二胎沒有五個月 我覺得沒有內裡的羊裝比較沒有太大的線 而且如果肚子比較大這裡會開 還要看媽媽原來的身形 對,讓他看一下 如果你看一下這樣的話會很危險 如果你不是很確定 就想要特別知道哪一段的皮膚 就是可以資訊我嘛 我就打他兩杯米 因為它是沒有雙頸帶的 就是太大腰神限制 所以媽媽又怕熱的話推薦這個 這件很寬鬆喔 然後戴個小外套就好了 可以可以 這件是真的